一人逃漫漫 与老公婚后又两女 不时会在社群平台分享一家人的生活日常 经由她发文透露自己带孩子聚餐时 三岁大女儿突然被鱼刺卡到喉咙 吓坏在场的所有人 立刻送女儿去急诊 不料医生使用内食镜 从鼻子深入找到鱼刺 正要夹起时女儿动了一下鱼刺就不见了 在两个小时的紧张抢救过程中 女儿全程十分冷静配合 让医生也不仅称赞 女儿真的是很有勇气 因为从来没有小孩像她一样卡鱼刺 不哭不闹 还冷静配合接受治疗 加上鱼刺卡的位置很深 如果孩子害怕哭闹的话 甚至可能需要全身麻醉 才能够取出鱼刺 她慢慢感到心疼之余 也以自身经验提醒大众 要是一不小心卡到鱼刺 一定要第一时间求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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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